音乐 音乐 打起来空气很好 一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也特别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餐了 二楼 走吧 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早餐 早餐呢是在这个小楼的二楼阳台上 然后这样每一个人要小盒子 很日式的感觉 但是呢 餐食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都是一些粗粮和蔬菜为主 有一个鸡蛋 有一个鸡蛋 有一个小包套 然后花卷 这个是 空水 蒸的南瓜 玉米 还有一些粥鱼 素食碱 还有一碗粥 这个是小咸菜还有一碗粥 好 还够吗 好了可以吃了 早餐已经吃完了 然后早餐虽然简单了一点 但是有菜有蛋 而且菜的种类比较丰富 还有清淡的粥 吃饱是没问题 然后吃完了也挺舒服的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景区里面 很很闹的地方 有这样一个很精心的粘素 非常舒服 这样一个 这个跳 然后才去跳 你感觉有没有在你身上啊 有辣椒 没有辣椒 这个不是辣椒 有种辣椒 放辣椒 把它放소�ee 放辣椒 放了 放辣椒 放了 放辣椒 不 放了 来一点吧 放辣椒不 来一点 这个辣椒 放辣椒 人家都爱吃辣椒 放辣椒 一会儿 一会儿 坐一会儿 凉粉 看好了没有 这些给全弄上 凉粉 这个是麻酱 这个是麻酱 这个是芥末 辣椒少来一点点 这个是炒凉蒜 这是很软糯的那种 跟焖子味道不一样 焖子是那种黏黏的 和到嘴里的那种 这个不是 这个是很清爽的 炒的有味儿 炒的有味儿 炒的有 就是入味儿 比那个凉拌的有味儿 不太明白 我硬是入味儿了 不是油 味儿 是味道更重 口头 就是 这里边放酱 酱油和醋 就放醋了 对 这个都是那些凉拌的料 我想吃这个 嗯 你跟那个库本 咱是大多所来做什么 那个比较淡一点 清淡一点 我觉得这个更入味儿 要不是我们来 都给你再讲一讲调料 没事没事 不用不用不用 挺好的 这个是凉拌的 这个凉拌的里面 跟它的调料差不多 但是它在拌的时候 割芥末了 还有麻将 因为这个凉拌 我觉得夏天处 应该更好 很清爽很凉 嗯 低酷 吃起低酷 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 没有那个炒出来的 跟入味儿 那个炒出来的 应该所有的味道都浸起了 然后煎过以后 还有脆脆的那个皮的感觉 但是这个 好像就 比较寡淡 比较清淡了一些 有点水瓶 不淡不淡饭 一会儿一狂跳就下去了 你走的也用尿走是吗 不用把我走 尿走 郭德杠说以前那个 请的吃那个 那个猪肉串丸子 知道吗 尿出去了 完了 说那个烫了水水的 那不烫时候 一方向就全出了 连丸子里面 哈哈 吃完了 我吃的还挺多 我就把里面那个炒出来的小葱 特别有味儿 我也给吃了 好了 盆干晚见了 吃完了 我们一会儿再去前面看看还有别的好吃 我刚才有个炒米皮 我觉得应该都是跟这类似差不多的东西 完了 要不买不行 不买了 不想吃这类的 走去看看吧 走 发现这有一个卖上糯米团的 然后 最主要的是他们家颜色很多 种类很多 还有榴莲的和巧克力的 不行 你是我们平时吃着豆沙的枣牛肉 所以我特别想买点 买点 这种 这种 这个是 芒果的 榴莲的 抹茶酸奶 奶酪 蓝莓 蓝莓 蓝莓和巧克力 榴莲是吧 嗯 榴莲的 哎呀 这条例子到这个地方真少了 一会儿别让我来 这个前面有一个是吊墙 晃晃悠悠的 不是吓人 尤其是底下是水 我感觉特别不敢走 但是没办法 硬着头皮也走 现在人多了 王大师太瘦了 我胜利了 大家 进来 我们刚从江州站 接完游 现在已经准备回去了 嗯 昨天的旅行很快就结束了 不过很开心 好啦 拜拜